传说中的水猴子 一半同类都死在了拉屎的路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我国民间传说中 有一种名为水猴子的特殊生物 据说它们长着长长的毛发 还能夺在水中来去自如 因此也被称为水鬼 让人们十分恐惧 并且家里的老人常说 一旦在水边遇到了这种动物 就会被直接拖入水中 甚至因此失去生命 这种动物在人们的口中 被形容得充满了神秘色彩 那么在自然界中 是否真的存在着这种生物呢 相信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只不过是人们所编转出来的故事 自然界中不可能会有如此可怕的动物 然而随着人们的深入调查 却真的发现了一种 与人们描述十分相符的生物 既然如此 那么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其实事情的真相 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恐怖 这是一种名为树懒的动物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它们的名字 它们凭借着常常生活在树上的习性 以及十分的缓慢的行动而得名 只不过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为什么树懒这样一种看上去 没什么攻击性的动物 会与传说中恐怖的水猴子挂上钩呢 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树懒其实拥有着在水中行动的能力 并且它们的身上生长着很多绿色的藻类植物 所以一旦从水中爬出 就会看上去十分恐怖 并且曾有人声称自己拍到了水猴子的真面目 经过专家鉴定之后 才发现所谓的水猴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树懒 这样看来 树懒的长相却是与人们对水猴子的描述十分相似 传说中的水猴子 一半同类都死在了拉屎的路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 树懒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懒惰 它们常常秉持着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 很少进行比较激烈的行动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它们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 导致将近一般的同类死在了拉屎的途中 实在是令人震惊 那么导致水猴子死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树懒与它们的名字是配度极高 无论是吃东西还是交配 行动都是十分缓慢的 平时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树上倒挂休息 因此它们所需要的能量并不多 每天只需要摄入60克左右的树叶 就能够满足一天的能量所需 但是有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正是这样一种懒到极致的动物 却会为了拉屎而前往很远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能量 也在所不惜 只不过由于它们的行动速度缓慢 每分钟只能移动两米左右 所以要想到达排泄的地方 就需要爬行很长的时间 由于树懒在陆地上的行动缓慢 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 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天敌盯上 一旦受到攻击 它们也无法及时做出反应 因此就会失去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 树懒每次排便的时间都长达6个小时左右 所以在这段期间内 受到攻击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在排便期间丧命的树懒数量 才会如此之多 为何树懒的移动速度这么慢 它们还要费尽心思地去别的地方排泄呢 按理来说 树懒的移动速度这么慢 又有很多个提死在排泄的途中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为什么不直接在栖息地进行排泄 反而要冒着危险跑那么远呢 事实上 由于树懒的特性 它们必须寻找一个足够隐蔽的栖息地 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粪便的气味非常大 很容易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因此树懒为了避免其他动物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才会选择在其他地方进行排泄 除此之外 在树懒的身上还常常寄生着一种名为树懒蛾的生物 这种动物虽然长期生活在树懒的身上 但是它们繁殖其实是需要重新回到地面上的 因此树懒在前去排泄的时候 就能够顺便将其带回地面 只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树懒的行动速度十分缓慢 它们为何没有被大自然所淘汰呢 其实这是因为树懒作为素食动物 避免了与大型肉食动物争夺资源 所以就能够躲过很多打斗 除此之外 树懒的伪装能力还特别强 能够在栖息地内将自己很好的隐藏起来 避免遭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 并且它们的生活习性比较特殊 与其他动物的活动时间几乎没有重合 所以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 才让它们安全的生活在自然界中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许普文心争稿了